欢迎您收看中国简报 中国社会运动为何越来越多 法广瑞迪 9月6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特别关注的一个国际话题 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可能下周出访俄罗斯会晤普京 关于中国 法共人道报刊登文章 介绍新冠封城防疫措施解除后 中国各地出现的罢工抗疫活动 财经报刊回声报今天在头版头条突出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试图突破美国科技围堵做出的反击 人道报 中国社会运动为何越来越多 人道报文章指出 中国工人的罢工行动虽然没有十年前那么多 但还是能反映出新冠清零政策全面解封后中国的社会情况 文章引述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指出 今年上半年 全国发生了770起所谓群体事件 十多年前 2011年 官方数据显示的类似事件多达18万起 2022年 中国各地虽然还在反复封城防疫 但仍然发生了830起罢工或抗疫示威活动 劳工通讯研究员周爱登 Aden Cho认为 中国劳工运动在疫情之后 正达到一个新高潮 文章以浙江云瑶外卖人员魏力指出 这些涉及不同领域的罢工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国经济形势的变迁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找不到工作 而转向社会保险不足 工资不高的外卖送货的工作 他们也因此组织起来 在频繁发生致命事故的陕西煤矿 工人也因为警下安全措施不达标 而且产能过剩而组织起来 在建筑业、教育界、卡车司机、超市员工、纺织业等不同行业 中国劳工也不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逆来顺受 文章认为 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大部分的罢工活动起因是追讨欠赋的工资 周爱登向该报表示 很多抗议活动发生在受国际贸易市场需求减少影响的行业 尤其是电子产业和服装产业 新冠疫情期间的产业链受阻 也导致一些企业转向越南等其他东南亚国家 中国企业也在向非洲等劳动力更廉价的地区转移 中国劳工通讯的报告指出 在曾经是中国经济增长摇篮的沿海地区 但一些工厂或者关闭或者外移导致抗争运动 广东就属于这种情况 受影响最大的是30-40岁的中年女性 中国推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声称是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美国人开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引起中国网友的广泛关注 也激发了中国网络巨头 跟进开发的雄心 网络监管部门也更提高了警惕 百度近日推出文心意言大语言模型 立即引发网友热情 回声报报道指出 软件推出不到24小时 下载量就达到百万 随后几天热情有所降低 文章称这款与美国聊天机器人功能相似的软件 是遵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软件 中国政府近期虽然加强了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支持 以应对美国的科技为独 但也要求这些产业必须遵守社会主义根本价值观 不能生成诸如颠覆国家政权 或中共或威胁国家安全的内容 文心意言因此受到严格审查 对敏感话题 只能提供政府同意的回答 百度可以通过这款新软件 收集大量真实世界的评论 进一步增强软件的功能 但回声报文章写道 百度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发 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美国 因为这些技术的学习功能训练 所必须的晶片大部分在海外生产 华为新款手机晶片 仍落后苹果手机4到5年 回声报也刊登文章 介绍华为集团最新款手机 指出 新款手机使用7纳米晶片 显示中国光刻技术精密度 已经达到一个新水平 文章引述专家指出 这款新手机标志着华为实现 5G手机晶片自给自足的关键时刻 但相对于苹果集团即将推出的 新款iPhone手机使用的3纳米或4纳米晶片 华为还落后4到5年 金正恩或防普京 拟对俄军售会否改变东亚地缘平衡 财经报刊回声报驻东京记者引述美国情报部门消息指出 金正恩可能下周前往海深外 与普京就向俄罗斯出售大批武器做最后谈判 但到目前未止 莫斯科方面尚未证实该消息 报道指出 几个月来 华盛顿和首尔都声称莫斯科在向平壤施压 要求平壤提供武器和弹药 以供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之需 美国方面认为 双方的相关谈判正积极推进 俄罗斯除了可能试图从朝鲜获得炮弹和导弹外 可能还希望获得其军工业需要的原材料 文章指出 美国以及东亚国家都密切关注相关事态 因为这有可能改变东亚地区数十年来的地缘政治平衡 此前针对朝鲜的压力 随乌克兰战争爆发 而有所放松 因为中俄两国不再在朝鲜核武问题上 与美国、欧洲、韩国或日本合作 平壤重新开始 与这两个在联合国安里会有否决权的大国往来 而不必担心会再次面对广泛的国际联盟 尤其是 俄罗斯的武器需求 不仅可以给朝鲜带来重要收入 而且 平壤可以要求俄罗斯提供朝鲜因为国际制裁 而无法获得的技术或关键物资 解放报的报道 从7月底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访问平壤入手 注意到金正恩政权当时精心安排了隆重的接待 普京在一份写给金正恩的信函中 肯定两国加强合作 确保朝鲜半岛安全及稳定 报道引述美国情报部门指出 金正恩可能前往海参外 在9月10日至13日的东亚经济论坛期间 与普京会谈 2019年4月 两人也曾在这里会谈 但那时 俄罗斯总统正在斡选美国与朝鲜围绕朝鲜半岛 无核化问题的谈判 如今时过近迁 莫斯科虽然尚未确认会有与金正恩的会谈 但表示双方在讨论联合军演的可能性 双方已经数十年不曾联合军演 作为向俄罗斯出售军火的交换条件 朝鲜可能会要求俄罗斯提供卫星 以及核潜艇所需的尖端技术 文章引述法国智库战略研究基金会 东亚问题专家Antoine Pondas指出 倘若俄罗斯开始对外扩散弹道导弹 尤其是短程导弹技术 问题就会很严重 不过 Antoine Pondas认为 俄罗斯看上去更像是以从朝鲜为幌子 而不是想大批从朝鲜进口武器 是借此向韩国传递信息 韩国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 一名在朝鲜居住多年的前欧洲外交官 则向十字架报表示 朝鲜有大量武器和弹药库存 也知道俄罗斯急需这些物资 应付在乌克兰的战争 平壤会毫不犹豫地提高要价 不只是金钱 还可能是物物交换 以炮弹和导弹换取卫星及核潜艇的技术 美 英 韩 日四国上周曾声明 任何旨在提升俄罗斯与朝鲜合作关系的协议 都会违反联合国安理会 对朝鲜的武器禁印决议 俄罗斯投票支持了这些决议 文章写道 继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一谷 7月底访问朝鲜后 又有几名俄罗斯官员访问平壤 进行后续谈判 俄罗斯可能还提议让朝鲜参加中俄在东北亚的联合军演 这可能也是在回应美国总统拜登 针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扩张而推动的美日韩新联盟 从宝马到高通 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忧压缩了全球股市 日经亚洲 由于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下滑和经济放缓的担忧 投资者正在避开与中国市场有重大关联的全球股票 MSCI全球指数中的中国相关指数追踪了52个成分股 这些成分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的收入 该指数仍比7月底低4% 这种不活跃部分是由于大宗商品行业 因为预计中国的房地产下滑将挤压对钢铁和其他建筑材料的需求 此外 中国经济前景的恶化正在对资本投资和大宗商品支出产生压力 人们担心 如果中国企业为了弥补国内需求不振而大量增加廉价出口 这种下滑可能会蔓延到对中国有限曝光的公司 一个更高的全球油价将有助于俄罗斯支付其战争费用 经济学人 由于国内产量下降和在黑海航行的风险 俄罗斯原油出口量在8月份下降至每天300万桶 较4月至5月的平均水平380万桶下降 因此 8月份原油销售的联邦税收下降至80亿美元 而2022年8月为130亿美元 俄罗斯现在正在采取策略来最大化其收入 包括追求更高的销售价格 销售更多的优质炼油产品 以及开发新的油品分销渠道 乌克兰 最新消息 乌克兰前进 俄罗斯战斗力减少50% 英国每日电讯 据报道 乌克兰据称已突破了对俄罗斯的反攻的第一个障碍带 一位西方官员表示 俄罗斯现在的战斗力只有2021年2月的50% 使得乌克兰的努力得到了很好的回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将访问基辅并有望宣布一项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新的美国援助计划 然而就在布林肯抵达前几个小时 俄罗斯对基辅和南部地区奥德萨进行了空袭 阿尔卡拉兹在美国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中遇到了自卫列夫 萨巴伦卡将面对正赛赛的考验 路透社 美国公开赛男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中 头号种子卡洛斯 阿尔卡拉斯将面对亚历山大 自卫列夫 阿尔卡拉斯在前四场比赛中只输掉了一盘 而自卫列夫则在与杨尼克 辛娜的五小时比赛中幸存下来 晋级四分之一决赛 在其他男子四分之一决赛中 丹尼尔·梅德维杰夫将面对安德烈 鲁布列夫 这是一场全俄罗斯对决 在女子比赛中 二号种子阿琳娜 萨巴伦卡将面对正亲吻 而马尔凯塔 冯德鲁索娃将对阵麦迪逊 基斯 中国汽车芯片制造商筹集超过18亿美元 北京准备设立新的芯片基金 路透社 中国汽车芯片制造商GTA半导体 已完成了一轮价值18亿美元的融资 其中大部分由国家提供资金支持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中国政府已经向该公司投资超过27亿美元 此举被视为北京方面仍然愿意投资国内芯片制造业的迹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缺席G20峰会不会影响峰会共识 印度 半岛电视台 据印度外交部长苏布拉玛尼亚姆贾伊尚卡尔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决定 不参加在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并不罕见 也与中印关系紧张无关 这两个亚洲巨头之间的关系因边界争端而紧张 三年前还发生了军事冲突 不参加峰会的决定被视为两国关系的挫折 贸易、技术和投资等问题也引发了摩擦 中国禁止政府员工携带iPhone上班 英国每日电讯 据报道 中国已经禁止官员在工作中使用iPhone 作为对美国贸易制裁和对中国技术的禁令的报复措施的一部分 中央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被指示不要携带iPhone或其他外国设备上班 并鼓励使用中国制造的设备 这一打击是在多年来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技术实施贸易限制之后进行的 英国禁止华为设备进入其5G网络 并禁止在官方设备上安装TikTok 中国占据了苹果年度收入的约19% 这使得这一禁令对该公司的业务构成潜在威胁 婴儿男孩在接受新冠病毒治疗后 眼睛的颜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英国独立报 一名婴儿在接受未在美国获得授权或批准的抗病毒药物法匹拉胃治疗后 眼睛变成了蓝色 这名6个月大的婴儿在泰国接受了这种药物治疗 因为他的COVID-19检测呈阳性 法匹拉维已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研究 并已证明在某些情况下有助于治疗COVID-19 但尚不清楚他是否对被住院的个体有益 停止用药后 婴儿的眼睛恢复了正常颜色 但目前尚不清楚眼睛颜色变化的确切原因 儿童使用法匹拉维的安全性尚不确定 需要密切监测 法国认为中国在G20峰会前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有所缓和 彭博社 据一位匿名的法国官员称 中国在20国集团峰会前已经放松了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 虽然中国没有公开支持俄罗斯 但此前一直保持中立立场 对莫斯科有利 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呼吁中国向俄罗斯施压 以结束冲突 这位法国官员表示 所有20国集团成员国都就战争问题达成了共识 但仍需要与俄罗斯找到妥协 印度作为今年峰会的东道主 也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目前尚不清楚中国的新立场是否会导致就一份公报达成协议 考虑到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 为什么埃隆 马斯克对字母X如此着迷 英国独立报 埃隆 马斯克一直对字母X着迷 他的第一个创业项目叫做X.com 最终发展成了PayPal 他还给他的电动汽车公司命名为 特斯拉Model X 并且有一个名为XAI的新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 最近他将Twitter改名为X 并用一个破旧的黑色X取代了标志 马斯克对这个字母的着迷引发了许多猜测 有人认为他与基督教象征 初中数学方程 性别中立 色情 以及反抗权威有关 与中国的合作比一带一路更重要意大利的塔亚尼 路透社 意大利外交部长安东尼奥 塔贾尼表示 意大利与中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比一带一路倡议更有价值 塔贾尼的评论是在意大利考虑 是否退出一带一路协议之际发表的 意大利对其成原资格表示怀疑 并有时间到12月正式退出该协议 塔贾尼强调 战略伙伴关系涉及所有领域 比单个双边协议更重要 意大利有可能退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决定 正值中国面临经济困境之际 欧盟加大对垄断科技公司的长期攻击力度 路透观点 欧洲委员会正在推动科技巨头 包括苹果和微软 为竞争对手提供更多关键服务和数据的访问权 数字市场法案DMA 旨在挑战大型科技公司的主导地位 防止他们排挤竞争对手 新规定允许欧盟将某些产品或服务指定为门户 并设定收入或用户数量的门槛 不遵守规定可能导致罚款高达全球收入的10% 对于多次违规者甚至可能达到20% 此举可能引发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可能会有来自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投诉 预计微软和苹果将努力阻止其服务受到DMA的限制 美国检察官敦促陪审团判定特朗普前顾问纳瓦罗 对国会蔑视罪成立 路透社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顾问彼得 纳瓦罗应拒绝作证 或向国会委员会提供调查2021年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的文件 而面临刑事藐视指控 联邦检察官认为纳瓦罗违法了 无视传票并表现得好像他凌驾于法律之上 纳瓦罗的辩护律师声称他无法遵守传票 因为特朗普援引了行政特权 但法官裁定纳瓦罗不能以此为辩护 如果被定罪 纳瓦罗可能面临最低30天和最高一年的监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和行业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 disfr偷的 事实上提放 מן山护光 小小小的真正 孟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